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带来的23-24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直播 今天是揭幕战 对阵的双方是广东和山西 我是拜悦宁 今天很开心 我们在演播室也是请到了 孙悦老师和孙博老师 二位晚上好 拜拜晚上好 悦哥晚上好 各位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新的赛季 我们也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很开心在这个赛季 能够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度过 当然了 新的赛季也是为大家准备了 非常多的福利 CBA新赛季钻石会员福利 也是重磅的有升级了 开通迹想CBA主客队直播间 现场原生 明星视角等多值的官赛特权 还有惊喜福利等着大家去抽奖 那么现在呢 点击我们直播窗口 下方的记卡五折 就可以快速订购了 当然了 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会抽取获胜方的 一位钻石会员球迷 送上11月份获胜球队 所有主场的门票两张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不可以错过 一定要等到我们比赛最后 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先来请孙默老师 带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的这个对阵情况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轮的这个对阵 因为刚一开始呢 可能隔着球队还要再去适应了 包括主客场 然后包括你赛季前的准备 投入到比赛之后 所以呢这个第一轮的比赛 其实还是蛮有看点的 我们首先不是看的 对阵双方 他们的这个胜负 其实要看一看 隔着球队状态怎么样 这个状态呢 会在21 22 23这三天 给大家展现出来 这是首轮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呢 是揭幕日 有两场比赛 一场呢是 未免冠军辽宁队的 这样的一个 算是揭幕战了 然后他们还要 这个受搬戒指 另外一场 就是我们这场 八点钟开始的 广东呼员 对山西分九的比赛 毕竟今天是揭幕战 所以一切的呢 都是全新的 在这个新的赛季呢 我们也是在开始 准备了几个 球队的巡礼小片 一起来先看一下 广东的巡礼视频 欢迎收看有咪咕视频 为您带来的 2023到24赛季 CBA球队巡礼 中国南篮主帅 乔尔杰维奇的青睐 入选中国南篮集训名单 虽然最后时刻 无缘世界杯12人名单 但在刚刚结束的 杭州亚运会上 多人望再度得到征兆 这位大个子投手 在亚运会表现抢眼 角组赛对阵中国台北 拿下17分 4分之1决赛对阵韩国 砍下全队最高分16分 连续拿下高分 让他成为了 中国南篮在亚运会上的 最大惊喜 今赛季 多人望势必会成为 广东南篮外线火力 主要输出点 广东南篮在外援的选择上 保留了球队功勋马尚 虽然将近35岁高龄 但马尚依旧是 CBA最强的外援之一 在商与复出后的 第一个赛季 便交出了 场均23.4分的表现 虽然没有巅峰时 那般无解 但老练的 在这个赛季呢 大家除了在看球的同时呢 也可以动动手去打打游戏啊 CBA官方授权手游 中直篮全力以赴震撼上线 今日登陆活动呢 就送郭爱伦 胡明轩的球星卡 热爱篮球的兄弟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么现在点击我们直播窗口 下方的CBA游戏 就可以抢先体验 一切震撼 尽在我们的中直篮全力以赴 其实刚才也是看了 我们这个巡礼的视频 带大家回顾了一下 这个修赛期广东的一些变化 二位老师怎么看 广东队这个修赛期的变化呢 其实这个变化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 挺长的一段的片子啊 我们拿到了一个综数 这个综数呢 讲了广东队很多的点 其实这些点都跟整个 CBA在这个赛季的开始 是揉在一起的 这个赛季的开始 开始在什么时间点上 开始就是在 我们在世界背后亚运会的 这两次 在国家队层面的失利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要去来开始 我们一个新的赛季 可能对各支球队 尤其这些国手 他们身体的调整 心态的调整 以及我们观众 对于CBA观赛的调整 都是一个挺重大的考验 那所以说到广东队了 广东队的球迷 我们从来不用怀疑 他们的热情 但是这个赛季 他们的球队迎来了 两个巨大的变化 那他们都特别喜欢的赵锐 跟周琦做了一笔交易 然后这笔交易 让周琦能够来到球队 给球队带来内线的支撑 其实也是来弥补 意见连退役的 这样的一个内线的缺失 所以这两个人员的调整 岳哥 你觉得 对于广东队 在今年的发展 是他们的一个试水期 还是说他们能够很快地 就拿到一个很好的 关于新阵容和解决方案 首先我觉得 从阿联退役以后 广东现在急需的 就是内线的人员的补充 然后周期的到来 也是非常好的 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而且现在广东队处在一个 所有球队 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心脑交替 但是我相信广东队 因为他有足够的底蕴 毕竟是11冠 一个传统强队 所以他们在交替的过程中 我相信他们 替补上来的年轻队员 也会有一个好的 很系统的训练的过程 然后让他们能够 有一冲突的实力 去补充到现有的 这支广东队的阵容当中 然后心脑交替的一个过程 他所有的球队都会经历 但是我相信 可能在杜志导的 整个体系的带领下 应该会比其他的球队 要大概率能完成得相对好一些 对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到 在朱总这个夏天的调整的 这两个层面 他应该早有预案 就是能够为易建联 在退役之后 球队的人员的人手 尤其是内线的人手 作为一个补充 他引进的 这台季仅有的两名国内球员 一个是周琪 一个是重新回到 广东队的赵徐红 身高都在2米15以上 所以他们当全队有4名 2米10身高以上的 国内的内线的时候 他们可以开始打这个双小外 那关于沃特斯和马尚布鲁克斯 在这个球队当中 到底怎么样来共存 怎么样来配合 四节四人次 对于他们俩来讲 谁来承担什么样的份额 我们可以随着比赛 慢慢看独之岛的安排 刚才也是回顾了一下 广东队这个休赛期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山西队的巡礼视频 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 为您带来的 2023到24赛季CBA球队巡礼 本期带大家一起 走进山西焚九南篮 在杨学曾指导 最近两年的执教下 山西南篮已成为 CBA季后赛常客 但由于阵容配置有限 在季后赛的残酷厮杀中 他们总是无法更进一步 上赛季常规赛 山西南篮取得 21胜21负的成绩 但在季后赛首轮 却遭遇广煞南篮横扫 面对球队成绩上 多年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 管理层修赛季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 是要在全新的赛季破局 封线位置上 张宁在上赛季 打出了职业生涯 最炸裂的表现 常规赛场均17.7分 5.4篮板 2.8助攻 1.5抢断 四项数据 军事生涯新高 这位曾经备受质疑的 八号秀 如今已成为球队的 中流砥柱 今年夏天 身为三阵篮球国家队一员 张宁奔波于世界各地 并取得骄人战绩 能持球 敢对抗 心理素质好 始终有一股 不服输的拼劲 是他最真实的写照 相信国家队的磨练 一定会让他在CBA赛场 延续强势表现 后卫线上 元帅作为本土顶级射手 上赛季常规赛 场均可以投进 3.4个三分 同时保有近四成的命中率 一手精准的外线投射技术 是其赛场上 无往不利的法宝 跑动位置零巧 能掌握球场形势 更是其纵横赛场的根本保障 旧赛季管理层 已与这位效力8年的绝对王牌 签下一份5年顶薪合同 内线方面 老将长林在山西 焕发了生涯的第二春 上赛季常规赛 场均可以得到11.3分 8.4篮板 作为曾经北京南篮的冠军成员 他将保证球队的韧性和硬度 作为首发中锋 葛昭宝一直是这只山西南篮的内线守护神 身高必长的身体天赋 是其护框的底绩 除了堪称冷血的中投之外 他也在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攻防两端的篮下技术 无球空切 背身单打和勾手投篮 也在慢慢展现 同时加上王汝恒 邢志强等一众好手 新赛季的山西南篮 已经准备好重新上路继续闹他 今下山西南篮国内球员市场频频出手 首先续前36岁的老将张春军 这位经验丰富的封线 具有一名优秀角色球员的所有特性 不战球权 积极防守 拼抢凶悍 出了进攻机会 能够把握住 他的球场气质以及更衣式领导作用 必定是球队年轻小将的宝贵财富 新赛季 山西从北京引进了阮历城 阮历城作为CB选秀大会的第50位球员 这两年在北京并未得到好的机会 但在山西南篮夏季联赛的首场比赛 阮历城却以首发球员身份出场 全场出场37分钟 12投9中 砍下队内最高的21分3主攻 他的得分能力不容小觑 外援方面 山西队魄力十足 早早确定一内一外两位强员 泰勒私职后卫 先后效力于NBA火箭队 老鹰队和猛龙队 泰勒有着十分出色的速度和突破能力 战场挡拆 中距离投篮能力强 同时中风位上的帕顿2017年参加NBA选秀 首轮第16顺位被森林郎选中 2021赛季代表火箭出场13次 场均5.9分 1.1次助攻 真体素质出色 基本功扎实 加盟山西如果能够找准定位 那给球队内线带来的补强作用将更明显 山西南篮在今年的休赛期 展现出了极高的野心和决心 通过不断的引员强化了球队的实力和深度 杨学曾作为主教练 不仅在战术安排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而且在阵容搭配上也有着独特的眼光 如今山西南篮已经得到了全方位加强 新赛季杨学曾指导将率领这批黑马继续狂飙 欢迎回来我们的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 正在独播今日的两场节目战 分别是辽宁对山西 其中明星继位是赵继伟和林薇 还有本场比赛广东对山西 明星继位是胡明轩和徐杰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员进行观看了 当然了刚才在这个巡礼视频里 其实也提到了这个赛季 山西队有足够的野心 二位怎么看这个赛季 休赛期山西队的一个表现 山西队这个赛季 我们能够看到的休赛期分球集团投入非常大 然后把他们整个的外援的名额 还在集中的增加 尤其是在开机的时候 在前两天压绍签下了摩西莱特 完成了这个注册 所以可能这个队我们觉得上个赛季 打的是联盟进攻效率第四的球队 那这个赛季 我觉得林薇森之导这种跑轰战术 还会进一步地增强 因为他们找的这个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三名外援 一个是小个 一个是内线 然后还有莱特这样的一个风险 所以可能这三个外援 再加上他们那些 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内球员的成长 包括张宁 然后包括元帅在外线投射 所以这支球队的进攻依然会非常好 主要是看他们能不能够靠进攻 把这个成绩真正拉上来 对 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的打法 也是非常强悍的 因为之前跟山西队交手的时候 也是感觉这支球队 它的作风是非常顽强的 敢于对抗跟你去拼抢 像这样的对手通常来说 就会比较难缠 而且他们在成绩上 也会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就是说大家在击战术面前摆的是一个比赛的态度 我觉得山西队这个比赛气质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这有一些队员我们经常以前也交过手 然后他们在场上展现出来那种强硬 那种拼抢 积极性 是这个山西这支球队的一个怎么说灵魂 所以就是说保持住这个前提的情况下 然后再去发掘更多的新的东西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跑轰 利用速度 利用球队很多这些球员的个人能力 包括元帅的远头 张先生的冲击力 包括现在外援 它的转换过程中 它是符合现在世界篮球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杨学泽教练 还是看得比较高瞻远瞩的 所以就是说在新赛季 我也相信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 就是属于自己独特的一些亮眼表现 是 但是他们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签下的这两个外援 一个帕盾 一个泰勒 这都是CBA的新外援 就是他们刚到CBA来打工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来适应这个联赛 适应这个联赛的强度 是他们在前面第几轮 要面对到的一个可题 那么今天毕竟是揭幕战 也是期待一下两队的表现 我们的前方同事 罗丹 颜贝也是采访到了任俊飞 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老师们好 明顾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今天晚上揭幕战广东队的主场 今天晚上邀请到的是 广东队的任俊飞来接受采访 二平你好 你好 你好 那首先第一个想问的还是 咱们这一场比赛的话 已经是来到了进步赛第一场 那经过了休赛期的 以整个阶段调整和训练 目前整个球队的状态怎么样 因为今年呢大家球员有变动吧 有很多年球员上来 包括夏天训练都很认真 也很刻苦 也希望在这个赛季 大家都有好的表现 身体也尽量康康地去打完一个联赛吧 那我们知道小胡和阿旺 一直是在处于一个国家队的状态 之前参与比赛 包括我们新加入的周期 也是刚刚归队不久 那对于队员的一个磨合 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都不大 因为我们呢 因为在一起都很长时间了 大家都比较熟悉 包括周期来了 队里也会有很多人去跟他讲 我们会去跟他沟通 都还可以的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 广东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包括老队员的离开 以及新队友的加入 那我们整个结构阵容是发生了变化 整个年龄结构是比较年轻了一点 那对于你自己的心态 以及球员 他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应对 现在是球队年轻化的嘛 现在所以需要很多人去承担 包括我可能需要更多去跟他们沟通啊 在场上去多跟他们去交流 去把比赛给打好吧 那这个赛季自己的目标 以及球队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还是努力拼每一场球吧 一场上来拼 那今天晚上节目战几家开局 对于今晚的这个比赛 对于自己和球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努力去拼对手吧 因为现在队最近比较年轻嘛 先把今天这场球打好吧 好的 谢谢阿飞 祝你今晚有个好的发展 那么我们记者来到现场也是了解到 现场的工作人员非常贴心地 给每一位球迷都准备了加油助队棒 那在现场我们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 同时啊有一个非常小的变化 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 所有的球员都已经换上了全新的中文版的球衣 同时啊大家非常关心的山西队的队员啊 也是包括袁串在内 也是提前到了赛场进行准备 相信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 大家非常关心的广东队的周琦的一个状况呢 他今天晚上是没有出现在大名单之中的 那记者了解到啊 因为腰伤的影响 目前他本人也是在做一个积极的恢复 今天晚上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他的粉丝 我们期待周琦能够早日回归赛场 那目前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罗丹严被 也感谢任俊飞啊 其实刚才他最后呢也说到了 希望周琦可以尽早恢复 然后可以回到赛场 所以二位其实今天在聊起广东队和山西队的时候 也有很多点没有展开说 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二位 对我知道伯伯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 像两队的这个核心 一个是周琦 另外在山西队这边有张宁 那这两个球员今天呢 都没有办法来出现在大名单当中 周琦这个情况呢 据独指导包括广东媒体报道呢 就是可能还是要休养一段时间 因为他这个腰的问题 从智商到回队 还没有参加这种球队的这种系统的 对抗的训练 这个可以理解 张宁呢 没细看啊 不知道这会儿他比赛打完没有 现在正在成都来打这个三对三的比赛 应该也是赛季的说观战了 所以可能回到球队也是很快的 因此今天这两个点不打之外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些球队的 这个刚才通过二飞这个采访啊 我看到的一个点就是 他聊到了自己球队的年轻 就是刚才又有个人在说 就是这个球队 现在广东公园 也在做着这种新老交替 他们这个赛季 一下子来了六名新秀 这个五名新秀啊 这个五名新秀里啊 四名是从二队提拔的 一个是选秀选来的 所以这么大幅度地引进年轻人 包括这个球队 可能还有一些 就是顶层球员的这种交易 然后包括引入 这对于球队的影响 会不会特别巨大 其实我觉得都要面临 就像我说每个球队 都会面临这种新老交替 然后看谁能把这个新老交替的 这过程缩短 然后把它的质量提高 这个就是每个教练 这是每个队员 老队员的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是 那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说相信像广东这种 有冠军底蕴的这种强队 他能把这个时间缩短 而且效果能做好 所以可能作为宏远的球迷来讲呢 那么多年一直都生活在幸福里啊 对于胜利呢 在他们那是家常变赛 那这个赛季面对到很多新人 我们相信可能广东球迷 也是需要一个熟悉 包括去接受的一个过程 以及当周期真正可以随队来比赛了 这个球队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终极状态 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等待 这个球队把人都凑齐了之后的效果 那起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就是他们来迎接这个赛季 第一站的状态 那我们已经把镜头 切到了东莞篮球中心 在切镜头刚过来的时候呢 已经介绍完了 客队山西队的所有的名单和教练员 现在正在挨个依次介绍入场的 就是广东宏远队的俱乐部的 今天报名的所有球员 今天报名呢 他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没有看到 跟球队在之前打了比较多的 张浩啊 然后张明驰啊 来进入到最终的杀人名单 那新秀里呢 报了两个 一个是从二队提上来的黄明一 另外呢 是他们今年 在首轮第14位选来的 山西大学的张文艺 所以我们看看 就是都知道 报了这两个年轻人啊 能不能够在今天有一些出场机会 能够给到了沃特斯 99号就是今年两个 我们刚才讲了 国内引进的权当中的一个 当然也是红眼青年队 自主培养的两米一五的中锋 助理教练 黄黄一个麻镜片 一个魏国梁 掌声再次送过 我们两支球队 看到周琪了啊 我们下面进入现场的奏唱国歌一试 面向国旗 请祝福礼 奏唱中怀的民国婆 我多高党 不 a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等一下现场 跟我们公布的 今天本场双方的先发 刚才我们小片里也讲了 像新人乱立成 左边这位 然后再包括在上赛季 其实已经失去位置 和时间的假号 在季节赛里打都非常棒 但是今天可能跟先发 还是没有什么缘分 双方的历史交手战绩 35-3 徐欣今天在名单里 张明迟没在 那其实这四个 两米一以上 打个都知道 没场可能都要去选一选了 我们来看看 今天山医队的先发 后卫是泰勒元帅 然后封线上了张春军 然后还没于打四 葛党宝打五 因为行人墙不在 所以这个位置呢 先让老将张春军 来顶一下今天这场比赛 在宏远这边呢 赵修宏来打中锋 然后杜仁望打四 张耀佳打三 两个后场的是 马尚和胡明轩 赵修宏刚刚回到自己 打过两年 然后也在这里度过 自己青年时代的 宏远俱乐部 第一场比赛就能出任先发 看看他自己 这个心理感受是怎么样的 之前在青岛待过两年 过去两年是在四川 今天我们看到 山医队的报名单里 戴阳之老师报了两万元 没报摩西赖特 只报了 杜仁塔伦和以色亚泰勒 这两个球员 他先上的是一个后卫 让葛党宝还是先打 还有30秒 先为你介绍 双方首发阵容 刚刚我们前方记者也问了 像胡明轩这种球员 这个夏天都在征战 岳哥您觉得 国家队在夏天这种比赛 对于开赛季之后 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灵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 给我们来做一个 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形容和比喻 在这点上我没什么经验 因为我从来没有 国家队和联赛衔接过 没衔接过这么近 对 因为那会打国家队的时候 不打联赛 打联赛的时候就已经不打国家队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 对身体上肯定有影响 因为一个夏天的国家队备战 然后它是一个悲赛性质 但是你会前期积极很长时间 然后再进入一个长期的联赛 这中间的身体调整 它肯定是要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然后就是心态各个方面 包括你这个面对的对手也不一样 然后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 这都需要自己去做调整 所以我们看看 就是双方这些 有过夏天比较频繁 征战精力的球员 联赛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大宝跟赵兄跳球 两个人身高的是差不太多的 跳球比赛开始 这里是我们已经转播的 本赛季CBA联赛第一轮 广东在主场迎战山西比赛 上来就是一个很高位置的夹击 出球还是不错 能够看到球队 应该是练得还行 互相之间彼此摸起程度很好 赵军军上来就防外援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三分球是您的标签 那么在这个新赛季当中 你还有理由去打发 就打造一些新的一些技能 这个夏天吧 我还是主要去加强了一些 持球突破的这些技术吧 肯定在这个赛季 所以要更多地去用这种自己持球 进攻的这种方式去得到更多的机会吧 对 那么今年我们队也是来了三个新的外援 那么新的外援过来之后 您觉得自己在球队当中的位置 或者说一些打法会不会有一些的改变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吧 因为我们队这个外援 还是以1号位和5号位为主吧 和去年的这个特点差不多 以组织和快攻 我还是做好我在球队的这个职责吧 就是给球队去增加这种火力点 好 谢谢优优独播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这个赛季呢阵容变化极大 你觉得球队方面 或者说你自己现在就适应情况怎么样 首先球队今年夏天变化非常大 有很多的年轻队员上来 然后包括球队的赵瑞 然后大哥也是都离开队伍 然后对于自己来说 夏天回来以后 其实也更多地在积极地去磨合 然后有更多新球员进来 也是在去不断地沟通 不断地去磨合 对 那么转眼之间 现在已经成为球队一个中间力量了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赛季 你自己会不会感觉到 身上的弹子会更重要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 对于自己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这种责任也是随着年龄跟比赛经验 也会越来越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然后包括杜岛也是一直在要求我们 我呀 小徐呀 杜伦旺 我们三个也是属于 在球队有几年了 也是在他们年轻球员里面 算是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要更好起到这种带头作用 在年轻队员里面 去积极地呼应 去带领好大家 好 谢谢小吴 这段我们都没法插话 就是这赛季CV的转播 我们看到了一个欣喜的变化 有一个应该是拿着官方卖标的现场采访 在赛前对双方的一些重点球员的采访 放到了在第一阶刚开始的时候 刚才听了两个人的采访 双方也都是回答的比较诚恳 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场上的表现 刚才这段时间啊 就是双方拼得很凶 广队有些犯规 然后韩佩宇有一个 这个进球呢 被吹24秒超时了 来看看马上 还是利用高位的掩护 顶开了张成军的防守 完成了一次投篮 马上上个赛季三分球 能投到39.3%啊 非常厉害 好球 韩佩宇 韩佩宇这个开场这两个投篮 能够看出来夏天 应该是练中演投了 这个机会啊 转换出来的就是过于的容易了 太容易了 然后就是球员 其实实际上是得不到 太大的锻炼 因为我们在国际赛场看到 就是很少会出现 这个这么轻松出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防守 这强度啊 能力还是要提高一些 因为这样我们才有 锻炼的架势 刚才呢是 太勒凸得很深啊 传出来给元帅又一个三分 连续在防守的右侧45度 广东队是漏掉了两个远头 我们来看看张成军对于马上的缠绕 跟白昕知道 合作极其默契的老将 张成军这个赛季呢 跟球队续约了一年的老将合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类合同 但是年龄也不小了啊36 提前拆 还是队位防 再来一遍 董事宝的问题就是 可能他延误完了之后退不回去 对 毕竟他的这个年龄啊 包括他这个身体能力啊 在这摆着 他是一个中风 你要让他做这个快速的横移 再回收 他可能对他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是 袁帅在这个夏天呢 也跟球队我们刚才小片里讲了啊 五年这个顶新续约 避磊合同 拆出来 张宏佳是有远头的 再延误还是打同样的内容 好球 这次赵季红是抓住了马上给的机会啊 同样的战术在右侧45度 广队打了两遍 走一走 袁帅直接扔 这个球啊就是 就是在袁帅接球之前 徐杰抢身位抢得不够 所以就是接球了以后 就是一下就变成了在身后 所以只能去追 这个时候我们在要求这种手地手 防接球人员的时候 就一定要提前卡住他的进攻路线 尽可能让他往外去绕 给你自己创造出在中间 去可以抢过的这种机会和空间 是 反正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就是信号 或者是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的标志 就是袁帅在之前的比赛里 往往在被对手死贴之后 这是给到了帕盾 死贴之后呢 他的摆脱能力其实一直是不好的 我们经常看到可能袁帅在场上待20分钟 可能也就扔两次 会有这样的比赛 但是今天呢 他在开场几分钟的时间里 四分钟嘛 就获得了这么多的机会 我觉得是不是山医队在这方面有意加强 而且队友也有意在掌握他 刚才袁帅也聊了 今年就是自己会增加一些持球突破 甚至包括这种无球摆脱的 对 因为现在大家对他的特点都太了解了 太了解了 太准了 对 就是不是很难的去限制他了 是 就是控制他投篮 但是他要想其他的办法去得分的话 那就肯定要继续开发自己的各项技术 马上在开场呢 还是以这个串联为主吧 争取更多的调动一下身边的这些国内球员 我觉得泰勒还是有点紧张 对 一个是泰勒 他在找一个状态 就像你刚才比赛之前说的 他要去适应这个CBA的这个节奏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刚才转换过程中 对方这个小将 就是在做掩护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掩护质量不是很好 就是等于相当于 对 他相当于在那个状态下 是等于是对方的一个防守人 然后再阻挡自己的球员 是 他没有挡住一个 这个掩护住对方球员的一边 给他一个明确的方向 这就是元帅这个赛季可能 加上来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确实是山基队最缺的 最需要的 就是他们的二号位的球员 不单能投了 还变得更加全面 里边 里边 再给16号李库博没能打中 是吹了做步了 这应该是在欧洲联赛 遗留下的一些问题 因为在欧洲量上 应该是一个好球 上赛季以下的态度呢 在欧洲打了立陶宛和土耳其 两家俱乐部 他的三分球啊 投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们能够从比赛里 看到他这个特点就是快 然后打得很贼 没挡上了一波 再回头给他 因为张成军的这个防守呢 就是他脚底也是可以的 而且他最关键有个儿有劲 不错啊 年轻队员就是要敢打敢拼 出来做大胆的进攻 因为你本来得到的机会就不多 是 然后教练也在这个过程中在观察 能不能去交给完成 你在场上该完成的任务 斯鲁杜对元帅的夹击 元帅这个出球出的也很准啊 中路在轴区格尔宝的接应 接应之后 他还可以做这种自己的 这个发动进攻的转身 然后再去扛一下 这个威胁一下就全都出来了 对 这个犯规数这个红灯啊 刚才应该是打反了 三级队这边犯规少 红队犯规多一些 已经犯满了 镜头频繁在找还没有登场的 今天双方各自抱的第二万元 找完沃特斯给朱总 这个是镜头语言来交代了 在夏天的一些事情 山医队今天开局抓得不错啊 12比8 元帅的点和格尔宝这两个点 都打出来了 赌中放边 旁边鱼还是选择了一侧 他三个手 老保盖掉了 这是这个以赛太朵的特点 对 他要充分地利用转换 这个过程中 他有寻找自己进攻的机会 包括突破吸引防守 传给队友的 因为这个是 他的一个主要特点 而且这也是大央之导 在他跑轰战术里 很重要的一环 就是持球人对于篮筐的 第一波的这个进攻 一定要坚决 一定要狠 即便有退防 他们其实也是会 直接往筐上杀的 你要造犯规嘛 可以夺得罚球的几乎 从前面这个比赛的时间里来看 就是马上就是 还是在更多的 去做传联球队的工作 受着打的 他没有自己去强攻 他还是在为很多年轻的队员 给他们创造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表现 因为可能这些球员 在这个赛季要承担的责任 和压力都非常大 如果不让他们尽快地 进入状态找到自信的话 那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就是甚至说到季后赛 这种强度的比赛里面 他们可能他们的作用 会会更小 就是看起来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给赛区鸿的助攻 然后反复地打一套战术 就是想让赛区鸿 把球给扣进去一个 来建立自己 在这个球队先发的信心 另外呢刚上的李盈博 他也给了他助攻的中箭头 就像一个说的啊 就是马上上来带的这个任务 是很明确的 人帅今天好准啊 再进一个中投 人帅三投三中 应该是八分 延误出来 林轩 沃特斯要上了 用了大概半截的时间 让沃特斯来先观察一下 这个比赛感受一下 主场的氛围 我看到了一个在 就是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的 一个训练的采访 他其实对于场地当中 如果坐满了观众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他还是充满着想象 上来就扔 上来就扔 这倒不客气 我刚才进攻时间的问题 对 两秒三嘛 董老宝 被沃特斯断了 沃特斯在世界杯的比赛里 得分世界杯所有拳第十 助攻排的第二位 老师 往里打 老师 这个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你看他刚上场的时候 他并没有会着急去出口投篮 他其实刚才那是一个 比较好的空位机会 对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向里突 去用上篮 这种命中率更高的方式 去给自己找手感 海洛的突破没放进去 我们的球迷还是对沃特斯抱有很高期待的 听这些欢呼声 他那些动作做出来之后 现场的这些惊呼 还是能感受到 然后这个小元来了之后 他起码是得到了球迷的认可 其实像对沃特斯这种黑人球员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另外一边的沃特 泰勒 泰勒 然后就只要这种球员 他们没有过CBA经历 但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 他们如果前三次进 空走打进的话 就像我之前说的 后面就没法防了 对 自然而然就适应了 其实对他们来说适应很简单 对 他这球投进是一个心态 投不进又有另外一个心态 对 但是如果你要让他连续打成几次 那就完全放开了 泰勒就是一直突突突 最后突出一个罚球来 感觉气都顺了 他也需要先得分来这么多 广队的犯规还是有一些多啊 因为毕竟年轻球员在防守上的经验 就是还是要积累的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 红萱 那么就拿下来 看这次传不传啊 结果这球罗云成采线了 但是低手给了一下 还是很贼的 黄勇 黄云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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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瑞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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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啊 这个二肺这球传的还是厉害啊 对 这个侧应能力啊 这个尤其是四号位 这也是非常需要的 这个之前杜志导自己本身也是4号 而且他的侧应能力也非常好 所以肯定是对这些球员 有延传身教的这个过程 这也进 接都没接好 应该是副角度带着一点 人帅的第一节应该是四中四 得分已经上双了 这球给的已经都没话讲了 但是没接好 再来第二次 又做了一个地板动作吗 不错 转换三分出来了 双方这段呢 两个小外员来进行一个对标 但是标着标着发现 山西队通过罚球所拿到的分数 以及这些三分球 让他们已经建立了十分的领先优势 都知道请求暂停我 比赛泰勒在这个叫季前赛 他这三分头就特别好 这跟他在欧洲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和我们从数据呈现 所感受到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可能各个队伍的教练要求 都不一样 这边给他权限让他扔 他其实也具有这个能力 对 其实对在欧洲来讲 他最 没事 你继续 这个在欧洲来讲 对后卫的更多要求 是组织和串联球队 他不是要你主动得分 主动攻的 虽然你是美国球员 但是他也不是你这个要求 对 你这种转换过程中直接投三分 这个是容易被欧洲教练去训斥的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看他反正上个赛季 在欧洲打球的那个数据 那个三分球一场扔一个多一点 今天这刚半截多都扔多少个了 刚才给到了关键球员袁帅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欧洲比赛 欧洲联赛的强度 它不可能给你这么容易出手的机会 是 所以你都要去用很复杂的战术 很多次转一球 去创造出一个机会来 然后你必要把握住 这个就是不同嘛 对 我们还是得就是正式差距 然后去琢磨一下 先进的东西先进在哪 对 公主杰力 这球还行啊 唠叨了 赵勇 就是反正顶周琦的这个阶段里 他一定会是主打 看看巡星和张明驰 能不能给他带来 更充分地对内竞争 让这三个人其实转起来 我觉得杜磊导手里呢 就宽松点 四秒钟了 拔一个 你像刚才一种情况 在欧洲比赛里 肯定是不会出现 就没有 你不可能让他一个人 持球这么长时间 对 对吧 所以一定这个 我们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球永远比人快嘛 所以就是大家都在过程中 不断地去移动空切反跑 然后这个球动起来 然后才会牵动这个防守的这个移动 你才不好防 如果光在这站着的话 其实是帮了这个防守的忙 这就是我在开场的时候 说的这个事 就是这个赛季 我们看CBA 就会有这样的 不断地去联想 因为我们这几年 可能跟世界篮球的接触有点少 然后这一下天一接触呢 发现确实我们在 很多方面是需要提高的 所以这些东西啊 看看各个俱乐部的教练 包括球员们 能不能够有一个意识 小星帕顿登场 两米一三的一个中锋 长林今天还没捞着上 韩沛鱼开局打得不错啊 尤其该投的中演投都投进了 首个区域 加级元帅 这球广东队这个防守强度 一下子上来了 其实对于这些广东队 这些年轻球员 他们刚开始适应联赛的 最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适应联赛的对抗 你怎么去在对抗的前提下子 才能发挥出你的这个个人技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微波进去 王若恒来盯 再回过来二飞的三分 还是不错的啊 二飞的这个三分呢 其实最近这年投特别少 然后明中也比较一般 但是刚才这次完全导出的机会 节奏也在点上 分差从刚才那个暂停的十分 变成了现在的三分 就是在小外援 伊斯莎泰勒下去之后 加级元帅刚上来有点萌 他都不知道自己场上该干什么 然后这个攻防两端 这个位置感啊 然后包括自己的融入度啊 是比较一般的 尤其是他上来之后呢 山一队要重新换一套打法 以内线的为 内线的这个全为主之后 王守恒来做这个核心空位 所以就刚才出现了 完全被王队把球防死的局面 对 其实我倒是不建议这种 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 内线外员上来 你就非要一定还要换 另外立刻转变成一种 以内线为主打法 你还是可以依赖外线 因为我场上这个元帅 这个命中率这么高 你还是可以利用他 不代表说我跑外线的战术 机会就一定出现在外线 可能在有两个 甚至更多的人 去防守外线投手的时候 内线的机会反而就空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 盯着一个点死打的话 其实到最后效果 不一定就会很好 因为从就是 贾斯汀帕顿他本人的能力来讲 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炫的 然后什么都能干的内线 还是一个在 无论咱们别 还是在他过去两年 打的欧洲联赛里 他打的是法甲 就还是以这个 勤勤勉肯的这种 算是半篮领的形象来出现的吧 对 他就是 对他大概要求就是篮板 掩护 下顺 对吧 这些就是侧应型的这种功能 然后就是让他利用好 他的这些冲击力 就是我真的 你给我一个路径 或者我接球 我这两步起来 你拦不住 这个是应该是利用他的特点 你真的让他去平衡个人技术 对 转身 被打 后仰 勾手什么 这说实话有点难为他了 说实话技术没有搞着往好 对 他确实他也不是那个特点 是 所以就要充分利用好他的特点 让他去空中接力 OK 对吧 你让他去做内线脚步 可能就难为他了 这球卢靖成的突破 造成了红闻轩的犯规 但是刚才卢靖成在对抗当中 你能够看到这个球员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力量 然后包括他对抗能力 就是刚才在一个对抗之下 就这个身体有点变形 然后丢掉了自己的位置 丢掉了自己的核心 对抗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习惯问题 习惯问题 大家都知道先发力的那一方 永远是比较占优势的 你要先学会怎么 如何跟别人主动去发力 对吧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你敢不敢去跟别人去对抗 对吧 你要习惯这种打法 我们之前聊到张宁 为什么他在一种 他同位置的同年龄的球员 因为他能处于比较出彩的一个 就是因为他对抗的感应对抗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他可以造犯规啊 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自己强硬的身体 去给自己创造工作得分机会 嗯 想用卵立成来照沃特斯 显然沃特斯的这个灵活程度 他要跟起来会有一些困难啊 因为卵立成身高达到了1米97 而沃特斯呢只有一米8啊 报名就一米8 差了快20公分 我那会2米5我也防我这么高的呀 就是如果你的身高差距大的话 可能就是要利用你的防守面积去控制 是吧 你不能跟人家比快 你肯定是比不过人家的 没时间了被盖掉了这个远头 那您防守那会儿呢 还是大家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 其实刚才这个球也是剩了几秒 这个就是经验问题 你看这个99号这个年轻队员 非要上去打挡拆 你打挡拆是把他的人小个给挡掉 把自己的大个带过来了 其实那个时候剩的时间三秒钟 就单干就完了 就是一个变相 然后就把球出手了 对 全是这个就是突一步的回拉球 这几下呢确实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从头变船这一下 有得让山医队的防守人 没有意识到 好 这是一个掩护进攻犯规 就是他上着有点懵 从眼神上能看出来 对 还懵着呢 他前点适应了我觉得 所以对他来说 对他来说他适应的好的方式 也就是说去快下跟进 冲向前场篮板 然后这个掩护夏顺吃饼扣篮 是 这对他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10秒钟 赞档开 直接连过三个人 特蒙特沃斯 25平 我们是打进了一个上篮之后呢 双方在第一阶结束的时候 是平分的局面 等于在24比14的那个暂停之后 应该是山医队只得到了1分 而对面得到了11分 来结束的这一阶 那杜士导刚才应该跟这个沃特斯沟通了是这个最后一攻发动时间的问题 觉得稍微早了两秒钟 所以你不知道你自己多快吗 你那么早 对吧 你晚个两三秒 像这种其实5秒它完全是够一个反击的时间 对 常规一般就是7 8秒我们看的会多一点 他那个10秒确实是稍微有点太往外扩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杜士导这个细节的要求 这个就是万一最后你说了你是打进两分 万一人过来投进一个三分 对 他们还是输一分吗 亏了 对吧 其实这个大家看的是最后比赛的这个比分 但是每一个回合 它是通过每一个回合的攻防得这个积累起来的 这就是新赛季两树球队给我们呈现的第一节的比赛 选机队的命中率58 对面宏远是45 三分球一边进了三个一边进了四个 选机队准在元帅这边 罚球的巨大差距 是今天第一节能够看到广东队的一贯特点吧 他们会用非常高压的防守 不惜付出犯规代价的防守 来去限制对手的进攻 来去让自己的防守变得更强硬 这比赛的平局的这个分数呢 有点是来符合我们在赛前对于两树球队 在这个赛季准备期的一个判断的 就是山一队其实是在休赛期有能力的增强 无论从外园的层面 再加上他们过去全进步的层面 那广东队呢 因为一些人员的问题啊 洗脑交替的问题 他们这个赛季的实力是较之前有所下降的 所以带着历史交锋记录 应该是25-3嘛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数字 那这第一节打成一个评分 也算是符合两树球队本赛季的真实实力 其实我觉得啊 就是广东队第一节的这个数据啊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据 那在山西队呢 就是他在三分球命中率这个方面 确实做得更好 就是但是他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名模语 所以他们还能打平 就是还是能看到这个广东队的 他这个实力嘛 就是各个方面还是要稍微忧于一些山西队的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 就是还是要看这些 广东队几个年轻球员的发挥 能给球队提供多大的帮助 光看这几个老队员 其实说白了也挺困难 第二节马上开始自己攻了 上来就是一个单打 贴着王主城杀进去之后 直接打板命中 非常高的压力 没形成联系 马上这个位置真棒 好球王仁恒 三分命中了 王仁恒是在上赛季的后面那个阶段 才报上名 跟着山西队来比赛的 他只打了12场 还是有意识的这个在给年轻球员 其实也不是寻找机会了 就是他的球员 那个中锋上来了 他又要传给另外一个 就没有人房子球员 对 我觉得这种打法是 是可以有长期发展的 如果光靠自己攻的话 是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 但是 对于这节一上来 我们看到马上莫克斯是 自己攻了两个拿了5分 然后传了一个传丢了 被破坏掉了 王仁恒领先了啊 30比28 他对于今天打得很久啊 得 这球的运气不好 连城的单打没能成型 你看这个盖帽被盖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没有靠住这个谁 无人望 对 你老躲他越躲越会帽 这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之前的比赛的一个特点吧 就是不太愿意对抗 就是技术还是挺好的 身高啊也不错 这个球徐杰扎到他们怀里了 三线 这次连城把球上进 看杜仁望的底角 让人闻风丧胆的杜仁望的做底角 如果他能跟袁帅三分线对标起来 这个比赛会变得更有意思 快转 真是给伦雷成这个出手拳啊 好信任他 确实他的进攻技术 很多地方都可圈可点 就等这个点儿呢是吧 嗯 就感觉马上还是别扭 我感觉现在大家都在刻意 不是也不是刻意很 训练的过程中有这一项吧 就是突破进去以后 往空中做这个 空中接力的这种传球 然后可能都在等着周琦回来了是吧 是 哎呀 应该是撞到胃或者是什么 我对 这种 林伯被撞了这一下 马上呢就是跟裁判在讲 說這個張仁君的這個防守 我們來看看是哪個球啊 這會兒沒事 趙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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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想要吐是怎麼樣 對 我剛才說可能是碰到什麼胃啊 內臟的 你是想要吐是誰 趙羽骨 趙羽骨 也還沒上 我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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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的区域221 哎呦 厉害啊 这是球星球啊 韩北瑜 一个韩北瑜一个乱历程 今天打的是极具自信心 马上连接三个了啊 是 已经开始不好防了 嗯 包容和跟帕顿的掌柴配合 这应该是练过的 走这个地儿 没扔准 不是吧 坐低脚 这次 韩北瑜孵出去了 随身了干扰 大延误给到张成军 赵一红再回位 其实他是丢掉自己位置的 张成军那儿理论上来讲 是不需要大延误的 他这个丢位置就直接被对手抓住了 37比37平 刚才你那线这么大的 这么高的大个儿 然后你以后一背吃谎 就轻易地跳 对 让对方这个谎过去了 你看 马上这个都知道 估计就要对他进行严厉地指导了 嗯 换人了 你跳什么 直接换徐欣了应该是 对 山西队也是 还是得把这个泰勒换回来 因为泰勒加上大宝的这个比赛的 这个阶段里 是要比帕顿加上王若恒要好很多 不用了 好能抢 拼下来一个前车篮板 已经换上徐欣了 马上跟徐欣的挡拆配合 这次不传了自己攻 第四个 第二阶马上莫古斯 进了四个球了 而且方式各异啊 上篮 后仰 三分 什么都有 好 转积 四头四中 刚才您这低位 现在是不是有点 不太能打动 刚才那个节奏了 就还是想快一点 不想打那么慢 徐欣再来 钻得漂亮 分底角 来看看赵家 好球 有 这个就是纯利用个人能力 创造出来的机会 嗯 赵家上个赛季 41.8%的三分命中率 是广东队非常重要的 一个外线火炮 他们以为面对夹击 传出来 蓝力成 这两个今天被 这个大阳指导信任的年轻人 这次的配合没打成 大阳指导已经请求暂停了 他的球队现在已经落后到 两个球 这段时间跟对手 就需要 颜色 这段时间广东队主要就是靠马上的自己能力去 对 跟对手去交夺 因为马上在CBA这么多年 其实他也在证明着 CBA其实没有什么球队 能把它彻底给人摁住 有足够的个人能力和个人技术 所以其实我觉得 对于他来讲 就是广告这些年轻球员 反而是更有机会 因为你只需要做好 相对来说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把眼部做好 比如说你跑到 你该跑的位置上 拉开空间 你就会得到投篮 直接进攻的机会 上篮或者是投篮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先从小事 简单的事做起 然后再一点点的 去增加自己的自信 增加自己的技术 而且最核心的是 马上人不读 对 而且跟杜主导 这么多年配合 就是他也知道读找钥匙 对 所以这就跟场上半老教练似的 因为你现在 他现在我相信 马上现在还是具备 场均30分的能力了 但是他这样的话 你整个赛季往后走 那对于他来讲自己也很累 然后球队的这些年轻队员 让他们干嘛 嗯 他们要他们要在这个 迅速成长嘛 你知道吗 对 本队上了黄明一啊 一号今年的新秀 现在来打中风 那就是徐欣刚才那段的表现 杜主导也不满意啊 找一个2米07不到2米1的 一年级升 第一次在CBA正式比赛当中亮相 都知道也是真敢用人 用人不移啊 中风从刚才赵金红犯错 然后徐欣犯错 然后再到现在上 一年级新人 哇 尔菲这动作好难 还是交给以下泰勒 大宝过渡这一下其实很好的 罗宇成这慢了 最后变成1打1了 还行 贾浩还是跟这个阵容 它的默契度在啊 能够把这球最后分给葛老宝 这掩护的位置有点太小了 没有空间 嗯 而且这个这个 三西方 三西这边的防守 他做的这个防守策略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你 不让你变换你的掩护方向 就是让你往边线走 是 边线赶 老师 哎呦好球啊 这球给的 对啊 噎怀里了 相当于喂饭喂嘴里了 嗯 我们以随便生涯的第一分 来自于沃德斯喂嘴里的一个主公 你就咽就行了 哎呀 是 这口是他咽了 我遇到过多少次 我喂嘴里还吐出来 吐出来 吐出来 哎 哎 雷东城 三秒 再来一遍 抢回来 稳一下 这段丢来板球啊 赛季队 帮斯的表现一好 只说立刻 标准中共 哈哈 这个就是纯个人能力创造出来的一个机会 对啊 后面一两米零七十八岁的年纪啊 比赛季刚刚从二队提拔上来 这些篮板球二队九啊 对啊 刚才就说了这个掩护这个空间太小了 早杀伤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 底下泰勒 看咱没打过两个赛季 尤其在18年在老鹰那年 我还是 印象挺深的啊 当时就是他获得了特别多的机会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事啊 就是你掩护的位置 你要看中间的 因为边线也算是一个防守人啊 对 其实有时候他我觉得想利用边线 他因为他能钻过去 他觉得自己 但是说白了 那个空间他没有给你启动 没有给你启动的空间啊 已经往中间靠了靠了 对 这次是被格勒包抢断了 底下泰勒继续杀框 他这一招呢 就是今天 善意队还是算用得比较好 孙叔也追回来了 就他一分 一直给他右手啊 要给他右手呢 其实就是不是左右手的问题 就是一直要往后退的问题 一个角往后退啊 他是一直走右手啊 嗯 他是一直走右手啊 他一直走右手啊 他一直走右手 翻超了 不知道直接叫停 打的这个有点太太太简单了 我觉得广东队现在就是他半场进攻 就光靠这个沃特斯一个人去用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 大家都在一个比较好的鞋放位置上 而且他的这个身高又矮 对 所以他想突进内线 然后人家的防守策略又往回收 你就只能要不然你选择 是 我就是把这个拔起来急停跳投 但是你现在又不能保证你急停跳投 这个投篮的命中率的情况下 大家一定会一直往回收的 是吧 你投不进嘛 但是如果你要投进了 你像马上那种 他就不敢去往后退得太大了 我觉得他就是要去来平衡所谓的情绪球 然后跟这个战术球之间的这个比重 就是他打了很多情绪球在刚才这个阶段 他可能觉得就是自己打一打玩一玩没问题 就是因为分数那段其实是领先的 但是你打着打着 对面是按着规矩一板一眼的再来 然后这边有很多就是随性发挥的东西在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的优势应该在转换的过程中 你利用你的速度加起速来 然后突破一个人 然后第二个人协防你再去分球 你在半场摆着这样打 其实还是挺困难的 你看他刚才虽然有一个 就像你说喂到嘴里的球 但是那个球他用了多少次的摆脱手 多少次的变相 但是他嗨了 那个球一下就嗨了 然后就觉得每个球都可以这么打 还是难嘛 就是职业比赛还是要求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调整了 二飞上来调整了 就采用一些就是更有攻坚能力 然后再加上在阵地战解决问题更强的球员上来 还是有经验 对 尤其可能还是需要让广东球迷在等待一段时间 我们看第三排 张明车也在 林博应该是回来了 我们看他鼻子上堵了个棉球 可能鼻子还出血了 张明车的这个杨阔形状了 看北约 北约 一条龙 看似举重若轻的传球 但实际上是被对手已经破坏掉线路 对 他用这种方式是可以 打一些半转换的进攻 对 元帅这一截就没扔过 歇了一会再上来也没接到球 贾浩子底角三分 汉队瑜的二次不烂 好球 好球 这个跟队友打一些配合 对 半场肯定是要用配合去寻导你自己 所以本来不是手感非常好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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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元帅做的机会 这个三分没头见 对 主导现在这个小阵容啊 就只能靠冲篮板 但是这个小阵容呢 他可以打几个人都站在外线所谓的5外级攻 我们看杜尔茂来打这个中锋 好球 压烧命够 这样信心就打出来了 连进两个远投之后呢 沃德斯也在适应着球队对他的要求 他确实是在前面那 就是相当于一节多的时间里 在证明着自己可以打很多单挑 也能挑成 但是里边能不能拿分不一定 有了配合之后 这个本能显现还是变高了 毕竟身高还在这 对吧 你中阴那线就是大家去照你的话 你确实会影响你的投案命动力 所以他的优势就是速度 而且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在 波多利哥在世界杯室 我们刚才讲了场景九次以上的助攻 世界杯所有权排第二 他的串联能力也是很可观的 这球给的就是单手撩啊 太容易被切走了 自家犯规了 自家犯规了 我认为刚才这个下快攻的这一下就犯规了 没吹 但是其实因祸得福啊 会罚球交给老队员罚 还是把握性更高一些 那这种这个 被这种欧洲教练交过的球员的话 他在这种快攻的转机中 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轻易上篮的 就拿他的犯规把你换下来 他得不坏掉 对不可能让你去打成二加一的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习惯问题了 习惯 你想二加一的话 你还要赔上一次犯规 然后对方还多拿一分 他肯定就是凶狠地给破坏掉 对 要不然就不下手 要不下手就狠狠地 不能让他去有二加一的机会 是 发完之后 黄队都快领先十分了 杨帅机会不好 没扔 一秒钟了 所以这个防的确实不错 这个是确实防到位了 这球进了就是个人能力的 但是这种球对防守有意义 防守球员的这个打击还挺大的 顶着张老佳投进了一个三分球 这独指导应该倒也不会批评 其实做得很好 你防守做到位了 还是早了快了 还是早了快了 这独指导应该倒也不会批评 所以所以没往里走啊 8秒钟才动 对 你别说他这俩鸭炮打都很好啊 那这样半场结束 58比50 在第一节一度落后过10分的广东花男虎 在半场结束的时候领先山西粉9 达到了8分 两个外员 马尚布鲁斯和沃特斯 在这个半场都是打出了自己的能力啊 沃特斯这个能力的展现非常充分在这半场里 我觉得第二节咱就 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调整吧 然后首先从防守做起 第一节可能给他们太多一些轻易的进攻吧 希望把第二节这种状态延续到下半场 才是我们球队需要做的 加油 加油 谢谢 油 油 《霊百ść》 舒逐 《霊百篇》 《霊百币》 它的空estruct 以手执耳 这是意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看看技术统计 这个技术统计 我刚才看了一眼 其实还是挺让人震撼 就是两方的命中率都非常好 宏远是50% 然后山西队呢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61% 然后三分命中率50% 方方面面做得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最终他们却是落后了 8分来结束的第一届 篮板球呢 广东队现在是领先了4个 主攻都一样 罚球数是广东队上来一点 第二届山西队没获得太多罚球的机会 欢迎回来半场比赛结束 那么大家在观赛的同时呢 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咪咕商城 购买一些我们赛事的周边 李宁闪击时 预帅时期CBA球队配色款球鞋 限量发售 超强实战力搭配CBA球队配色的设计 共同组成了这款直击星巴的球鞋 无论是广东队呢 还是山西队 它的这个配色都还非常好看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主队进行购买啊 球迷必入 那么李宁闪击时还有预帅时期配色款呢 是限渠道限量发售的 犹豫就会错过 现在想购买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我们直播窗口下方的热卖按钮 或者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购买 当然了在直播间购买的话呢 可以在前20名下单 有机会抽取我们的超值福利 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上半场比赛呢 其实双方一直处在一个交替领先 这样的一个很胶着的情况当中 二位怎么看半场比赛 我们可以待会儿截着合着急紧啊 来请越哥给我们点评一下 这个半场双方的表现 起码我们从这个数据统计上 刚才其实有一些数据 我们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说三点 首先呢在双方的失误数上 山医队在半场有十次失误 而洪远只有五次 那从失误连带的利用失误得分呢 洪远是得了18分 而山医队只得到11分 这一项差了7分 另外前场篮板 双方的对比还是很强烈的 一边是10个广东洪远 山医队的只有三个 所以在这三项技术统计 我们能够看到双方 其实在整个这种团队的拼抢程度啊 然后再包括这个配合的默契程度 以及对于对手失误的这个利用上 还是有着一些差距的 这才是在我们看到 山医队有着60%以上投篮 50%以上三分 结果半场还输8分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比较直接的结果 直接的原因吧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就之前说了嘛 就是这个广东本身一个是一个 非常有冠军底蕴的一个强队 然后他们这种抓机会的能力 是肯定是更好一些的 而且他们这个对球的保护啊 对球权的珍惜啊 还做了更 就是对球的处理更严谨一些 然后这还是在一个双方 就是这种新年轻队员和新外援的 这种磨合的过程中 去得到了一个结果 就是其实这个半场 我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 这个不管是年轻队员也好 还是这个外援也好 他们已经进入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就是这个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保持一个领先 所以就是说 这个也显示了一个广东预的强大 但是反观山系队这边呢 他们就是很多时候 有一些比较 怎么说比较容易的机会 可能没有抓住 甚至说就是当对方犯错的时候 你没有利用对方的错误 去惩罚他们 对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失误 这个转换进攻的 这个比分的差距 其实就是差在这上面了 就是 而且就是在你一段时间 被对方追上 甚至反超的时候 你的心态 包括你的这个打法 整个全队的配合 能不能再去 这个正常地去进行 然后像这种情况 对于广东队可能来讲 就是更容易处理一些 它就不会慌乱嘛 对 对 如果球队 一陷入慌乱的话 整个这个命中率 包括这个失误 都会出现问题 对 就是另外在总统教练层面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 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当然咱属于业余的 这个职业的教练 咱们没有资格点评 但是就是 从我观察的角度来看 就是大洋岛这边 它用这个阵容 用的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固定 然后大外园配这个王若恒 然后小外园的配大宝 这样的一个组合 还是比较固定的 就是属于分阶段 而杜士岛这边 是来根据场上的情势的变化 我们数一下 他第四二节用了几个中锋 他从最开始赵徐红 然后用到了 后面上了谁 黄明依 然后中间还用了一段徐新 最后上杜仁旺来打中锋 等于第二节一节 他就用了四个球员 来打这个五号位 来对应对手 两个都是在2米13以上的 这个大个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 阵容的调配 让他们不单单 就是没有输篮板 因为他们变矮了 没有输前场篮板 而且反而是拿到了 更多前场篮板 带来的二四星空得分 所以这一点上 我们看看下半场 大洋知道 能不能在对这个队员 有了更充分的 这种实战了解之后 调出一个 还比较合理的阵容 来打第三第四节 因为分差其实还是OK的 新的赛季 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 全新的一个福利 CBA新赛季钻石会员的 福利重磅升级 开通迹想CBA主客队的 直播间 现场原声 还有明星视角等 更多的观赛选择 还有惊喜福利 等着大家去抽取 点击直播窗口 下方的记卡五折 就可以快速订购 当然了 我们也将在本场结束之后 抽取获胜方 一位钻石会员球迷 送上11月份 获胜球队 所有的主场门票两张 我觉得这个福利 还是很诱人的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在我们的赛后 当然了 刚才也是回顾了一下 这个上半场 两队的一些 这个分析啊 问题啊 那么下半场 二位怎么看 预测一下 下半场 我觉得就是 看看谁能够来抓住 一些衔接段吧 因为山西的这个衔接段 我们刚才讲了 还是有一些 就是稍微有一些分裂 希望能够看到 他们两个 对于CBA很陌生的外员 能够更快地 去适应这个比赛 嗯 那么今天呢 也是我们的这个揭幕战 除了本场比赛 是广东对阵山西 我们的明星机位呢 有胡明轩和徐杰 还有一场呢 就是辽宁对阵同西 明星机位呢 是赵继伟和林薇 大家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主队 进行观看 所以刚才 二位也是分析完了 我们的这个上半场 那么希望呢 下半场 这个双方都有一个 非常好的表现 好了 精彩的比赛呢 稍后即将继续 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欢迎各位来到 本季好身材的第二战 捉队厮杀淘汰战 淘汰率50% 吓人压力可能会有点太大 你讲过吗 对啊 一半的人要往下 本轮对战呢 三分为沙之战场 海之赛场 哇 很凉 本轮对战 初战组会选择对手 硬战组会选择场地 我们选择龙武老师 真有种 我远赛场 实在不好意思 沙考 走 不要 急要拿着 不好意思 你得拖住男的呀 我先往前上我不上了 我都持不上劲 没法弄了 他俩不合你知道吗 对 我选择的是金翰 每个人都会有可能选我们 觉得我们一人是一个软柿子 可以随便拿捏 但我不能让你随便拿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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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这太开了差45分 面对他就像面对一头猛兽一样 一般人你是能不管他 我不会放弃的 光脚还怕穿鞋 我们蚂蚁把大象搬倒 那就会一断 加油 挂上了 应战组选择赛场之前 出战组当中的海诺 有话要说 是爷们 沙场剑 我想喝口水 口口了 有火腰味 运动员准备倒计时 É 温战组二 生日 pesar 生日 weight 生日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看球点评比赛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双方的竞争 半场的时候分差是在8分 红眼队是领先了山西队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 首先从这个阵容的安排上 你就能看出来都知道 还是在用回他今天的一个先发 还是让赵旭红先来打 因为周琪不在的话 这个中锋的位置还是挺敏感的 但是下半场他是没有上 胡明轩上了徐杰 作为下半场先发 其他四个人都一样 当时就放一边四名五人 广东华大虎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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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了一个在中线的反轨 甲浩下半场先上 挡下半场顶 我老保犯规了 马上的这个节奏 就是好像有时候看了挺生气的 就溜达了就进去了 对 也不快 溜达大家就进去了 其实马上的这种打法 也是给我们这些球迷 做了一个提醒 在球场上不是说 只靠速度和弹跳 就可以把篮球打好 你有好的节奏 对球场有好的认知 对进攻防守有好的判断 也是一样可以成为 一个非常好的球 天下武功确实唯快不破 但是不是只有快一条路 还有以动之径 还有太极拳 说错了 还有太极的 马上一上来这两线 我们看大学长 他的教练组 立刻就开始互相交流 然后立刻点人了 是不是对这个防守的不满意 要立刻从换人上来体现 贾浩这两防感觉 第一 没贴住 第二呢 你要说防突也没突成 张春军在场面已经准备了 这下算是放下来了 不错 在空中 最后有一个换手 以西亚泰勒 多数宝 这球 两分 三分也没动 转换三分 太平了 好 徐杰起诉 我们现在反正确实 半场的时候 我们能够从那个采访 看到数据人们一般 所以下面条先让徐杰先打 刚才谈到的这个国家队 比赛的这个周期的问题 对 有可能有一些影响 对这个球员的这个身体 确实会造成一些影响 疲劳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嗯 啊 远帅这个摆脱 还要去推大宝一下 让大宝帮他挡 确实也没办法 感觉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 已经被这个广泳队掌握了 是 山西队还是要想办法 打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特点 包括刚开场的时候 这个元帅的这个秘动率这么高 还要利用他的一点 嗯 给三个人围住 这种球呢 你说打进了是好球 但是打不进就是不是可以 让我们去想一想 他有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打进其实我觉得在有些教练的眼中 可能也不是好球 也不是好球是吧 因为你已经三个人防你了 而且我们看到刚才45度角 有一个明显的空位 就是作为一个后卫的话 你就要及时出球 对 这个哪怕他投不进 但是最起码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就是那总 要不然长期以往的话 在有空位的球员都不期待自己会接球 他就不会做提前的准备 但是命中率更没有办法保证 这次马上是点到了元帅 想打元帅的防守 但是这次转来转去没打进 这次分球了 来看大宝的长两分 没有 马上布洛克斯 他怎么钻过来最后的游州布 他也是大让瘦啊 节奏判断防守的站位 对吧 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良好的下意识去 运用自己的各样的技术 我也是啊 这个谁说服服的啊 因为他俩的特点特别 对比来特别明显嘛 一个就是靠节奏 一个就是靠速度 对啊 贼快的这种 是不是如果逮到节奏了 也还能防 但是打节奏这种 是不是就不太好逮到节奏 反正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宁愿想选吧 马上这样的 因为快的对这个身高高的这个 对已经太高了 对这个防守球员来讲 是不太友好 是 葛尔宝在对抗之后的这个出手 非常稳定啊 但是球难呢 你不能继续用于这种命 这种打法有很高的命中率 而且他要投丢了 其实是没有什么 满满的可能的事 对 漂亮的假攻多 但是球没有拿好这个 年轻的张文艺 我们介绍了来自山西大学 这些 今年的新秀 还是一锤子买卖啊 前上篮板 山西队很难抢到 过去接了 马上部分的图桌 就是往来解决问题 如果按照这种节奏打下去的话 山西估计比分很快就会被拉开了 现场的MC已经放弃了激昂的歌曲了 我觉得这段 广东不单单是比分不断领先 就像岳队刚才说的那样 掌握了节奏 而且看上去要把这个分数拉开的 这些是不断领先 就会把这些分数换人 是不断领先 那些分数换人 是不断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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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出了在15年江苏之后 生涯最佳的表现 其实他这整个职业生涯还挺坎坷 但是论表现好呢 其实就15年江苏跟上个赛季在山西 长林还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球员 对 让他来防一下 是是被换出来了 临时队位 张成军就是换换不回来了 好球 不上球 同队四人退防 这被传直接传给了马尚布克斯 这种失误还是挺要命的 全员打反击冲到了这个三分线内 他自己还拉伤了 这个是抽筋还是拉伤 不能抽筋就这么快吧 那要拉伤了山西队可太倍了 看一下这个 没有明显的感觉有什么 腿筋捂着腿筋的这个位置 这给他押一押 不是 因为可能我觉得拉伤的话 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吧 只有一瞬间抽筋的话 抽筋的时候是痛苦 对 但是咱也不是对一 所以这个 我也不能隔空给他诊断 对 对 我们看看他就是起来的一个状态 可能还是有点拉倒 有点拉倒 下来就不对了 就是拉到了自己这个后侧链腿筋的这个位置 是 如果他是拉伤的话 那这个比赛的难度可就是太大了 对 因为这个这个 嗯 他还在不断地去拉伤 就是可能自己还想活动活动是吧 是 试试 有点清伤不下火箭的意思 说上多个赏 哎呀这大爷跟那个 就是 是 这大爷也得说是吧 不是 这跟球场老大爷是 就上去运动一下 然后就下来就 就歇了 就打打下班了 那种感觉是 然后这一看这数据啊 漂亮的不要不要的 嗯 就是所以说气着 气着 对吧 上来 就是一个沟通上面的问题 周软东传呢 长林街直接回场了 又全花班了 还不上大外 看来贾金帕顿 前面半场打得让大赢指导很不满意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非说就是 外援在场上就 还是要看球员自己的自身状态的 我沃斯 真快撞着洪明轩切进去 李三汤 洪明轩又拿两分 持球投 孟元帅 依然保持准度 这是让现场安静的一个进球 分差当然还是有十分开外 广队这套阵容里上了黄明依 还上了张文艺 都知道在五个人里派上了两个一年级新人 还有一个新道队的外员 这里边只有洪明轩和二菲是老人 卓尔东防他呀 这贴紧 卓尔东呢 现在这个脚底下已经开始慢下来 好 不是当年这个防马不理那个岁月 那个体型有一些变化 对 小胖子的感觉 分不上 分不上五个这个阶段 躲不起啊 那个比分啊 相亲说的快奔二十分去了 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 对方的小外员受伤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了也 对 我看他那意思好像要回来 刚才站边上了 张老家没放进去 有着领先优势积淀 然后呢 又想让沃斯赶快跟这个队伍熟悉配合起来 让他自己也去找CBA比赛节奏 所以这套阵容以 给他搭了好多年轻人为主 他真回来了 那应该就是抽筋 是吗 如果拉伤的话回来的话 是其实对这个运动员后期造成了很大伤害 是 而且他的运动表现能力会有很明显的下降 对 对 就是如果要是表现能力没有下降 肯定是抽筋好了 但是 看看他自己还像 能不能像刚才那样连出带跑呢 走道一缺一怪的 因为我分析他抽筋的概率大的原因 也是因为就是毕竟第一场比赛嘛 然后这个 有点紧张 紧张又兴奋 然后呢 所以就是这个身体这个 这个严分大量流失 希望他没事 因为就是 山医队还是挺指的这个小外员来打比赛 对 还瘸着呢 还跟那压 但是我刚才好像看他下来的时候 那个谁啊 他那个大外帕顿过来问他怎么样套 说了一个不错 嗯 就是可能他自己觉着就是还能 看一看啊 就是有待观察啊 有点浓稠吗 帮他运过前场啊 再防卫他 在元帅这儿呢 永远保持多人防守 还行 还能凸进去 不行 他这个 是不是坚持起来就有困难啊 大家知道面色依然像往常那样凝重 对 其实对一个球的来讲 尤其是这种联赛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你如果他真的有一些伤病这种 影响他这个 影响他正常比赛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以保护的目的为前提 对 因为毕竟赛季很漫长 一场就给他用废了 后面怎么办啊 是 是 他这个跑不动的这个状态 然后还继续能得分啊 让我想起了布拉奇啊 这么颠着跑啊 来一脚是尝试 一点都不影响比赛 好 已经运了第三趟了 终于传出来了 好球 对不着啊 感觉那个球迷都在像看这个 沃特斯的个人表演一样 关键是说球迷看可以 你山医队队员不能看啊 山医队队员他运了三次之后 也有点愣声 有点愣声 那个防守过程中 这个始终要保持专注 然后稍微一愣声 就可能会你的人 就可能没了 对啊 两个一年级新生 在正面打挡拆配合 还能钻过来 再给 老要运着一下啊 赵仁军还是要自信点 该攻攻了 腿不舒服 手还这么准 你基本上得分全靠这个 华丽队员他 他要是腿这么不对劲 我觉得大英之导 还是让他歇了得了 因为这个比赛 现在这个分数 显然山医队要想 靠他发力来追 已经不现实了 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提早把这个困难摆出来 然后想第二方案 咱们能做的就是 祈祷球员伤病情况不严重 具体是这个人员的调整 只能是教练员去做决定 最多是咱俩说也不算 可不 还是不开心 还是快的 还是快的 就是像刚才岳哥说的 就是得是长线考虑 联赛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尤其是这段时间独指导特别愿意给年轻人在场上建立信心 把后面一又换下来 身材条件是真好啊 后面一 2米07 只有18岁 很多教练对这个年轻队员的都是零容忍的态度 零容忍 而且能做更多正确的决定 全场房 玩家接着手盯人 还得靠元帅 这三分这进的真脆啊 今天应该进了五六个了吧 好 第 第六个 第五个 好 虎铭先还了一个 这下场的虎铭先算是缓过来了 直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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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出来给可守堡 中距离的机会被打尽 把这弄断给长的 这球招军要裁判给上了 这个球招军的太危险了 太随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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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应该是给个2加1的 看得出这个态度还是很积极的 对 自己犯了错自己追 接袋 周湛东扣位 你要想指着周湛东 这样一个防守汉将来 成为得分主要的进攻点 确实是有一点困难 其实刚才有一个细节的点就是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 是因为胡明轩去轮转到 周湛东那个位置去防 去新补防 但是胡明轩防的是元帅 留在元帅那儿 所以他就选择了留在元帅 所以他就找这个 投篮命中率比较低的那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经验的 三节比赛结束 94比75 接近20分的分差 三一队不单单比分落后 而且小外援还受伤 看这个样子 今天的比赛是没有办法继续 胡明轩在第三节呢 应该是进了两个远头 然后包括上篮 他的感觉回来了 跟上半场那个两分 形成了比较大的对比 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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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 关键球员给到了特里蒙特沃德斯 给的是吴明轩 这样子都是他们配合 现在这一节苏醒了 这一节拿了15分小老师 而且不单单是他二飞 我现在看是已经拿了13分 他在上个赛季场均只有7分多一点 相当于今天三节输出了 过去上个赛季一倍的这个多飞 就是在年轻人居多 然后老将包括主义哥分手 都离队的情况之下 他承担了很多责任 原来可能不太用盖着得分的事 今天干了 还是上大外了 参与队 好 走 杨时导因为把胜负的结果 就是不是看得很重 对 就是要让大外找找状态 上半场那么打 这个贾斯林扒盾不行 这么打呆不久啊 帅现在这个 就是个人自主处理球之后的投篮能力 真的这两个赛季明显的 就是属于上台阶式的进步 对 而且他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命中率 太夸张了 他这个命中率好像都是在小圈里打的一样 对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量的积累 平时投的次数足够多 而且就是你投的次数越多 你越有信心 那比赛里你就对这些球员越有把握 对 作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那谁也逃不开这个数量的积累的这个过程 先做题再考试 题得做够了 转身扛一下 所以他打徐杰呢 他是有一个体重包括身高的优势 红明显防的时候呢 他就稍微难受一些 看黎模啊 这个已经把鼻子里塞的这个棉团摘掉了 应该是好了 没问题 转不进头 这都数不清第几次找到周琪的特型 为什么人家发不进的时候 他要给他特型 什么意思 我现在那个广东队已经把那个 袁帅当成一个重点这个防守目标的 把这个外援刀给放了 可不 袁帅十中八的效率 那是得好好放 太难了 防守恒可以攻一攻 对 可以攻一攻 杜士导 听到了你的呼喊 杜士导非常愤怒 杜士导对于张浩佳这个防守 是不满意的 这个还是一个防守站位的问题 就是第一步被过得太轻松了 你是要去防上线 但是你不能侧着放 杜士导很 很有心 很有这个心眼的蹭了一下这个鞋底 发出了一些噪音 马上又来打卡了 因为就俩外援 他也没法弄 他也不能让人家打满 而且赛季第一场还是主场亮相 第四节在上上班 失误了 双人夹击马上布洛克斯成功了 判断 这个都会放进去吗 这个球有点 他是被马上干扰了 这个没有错 但是这个身高体重如此大的悬殊 高低你得放进去 打了一下 因为如果是这个大外援的话 就是这种球应该其实是一个扣篮的 对啊 对吧 然后上 然后变成了一个上篮 因为马上躲的原因 我相信也是因为他觉得他 下意识会觉得他要扣篮 是 所以不想当成那个五家球的背景 今天山西队呢 刑事强没有报名 张宁呢 在忙三对三没有打 然后 哎呦 也是帅呦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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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了就倒霉了 真的 真的 反正都知道是先直接换人了 张小佳这是叫什么 一人在了啊 刚才就是一个防守错误 这又是一个防守错误 完了 完了 嗯 嗯 其实这个就是经验的 他以这个投篮已经运动率高到这种地步了 我宁可往里放 对吧 里面那么多人 让别人去协防去 对 然后让他去投这个 可别说踩三分线放就够了 踩三分线肯定是不行的 没有 看准备了 他忘了 已经不错 也进了 三三三 五三三 原来镜头反复给常琳 常琳是上赛季 山医队本组学员得分排在第三的球员 然后他没有 获得 就是都不能说充分不充分吧 没有获得一个阶段的登场的机会 然后刑事强 一个这个三分投手也没有机会 然后张宁 今天也没到队 所以确实山医队今天这个人员实力 有一些折损 现在就能看到场上这个局面 就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攻击点 阮演成跟二飞 还纠缠在一起 看 tienes 看吹谁的犯规 里边推人还是徐杰和我们抱着一下 这个很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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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面也是挺少见的 九个人都不知道球去哪儿了 袁帅自己一个人轰着球跑 吴苗 一甩头 哭着接力 打球啊 打得太血液了 824秒后进 好球啊漂亮 杨西梅顿要是有这一手啊 在场上 三一队能打出更多遍的进攻方式 我们看这球是怎么发生的 你说头 头弯头那么准 怎么离那么近还能砸 他想砸后背 对 我不是因为他那个位置 那个马上离底线太近了 太近了 如果砸后背的话弹回来 所以他要砸肩板 他要砸到侧面 就把一个侧 让他那个球往这个 还是太瘦 我刚刚以为他直接扔出来 是因为马上那个洞了呢 他就想蹭一下 对 那球只能蹭一下 如果直接砸后背的话 那没有空间再接了 对 其实马上之所以敢背着站 他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踩着几件 踩着陷了 对就是砸了也没用 还是十来分的差距啊 这大长胳膊 对 对 对 从季节赛到今天的比赛 温金城看上去是得到了 战略组的信任 但是不知道张宁回来之后 他的出场时间会不会受到一些压缩啊 或者说压缩到什么程度 但是长林这个事呢 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大人知道是怎么来去观察 并且去解读的 能把长林放在了一个发挥余热的一个定位上 但是就是从今天就目前这个表现来讲 我觉得肯定是长林的作用要比这个 要比这个 这个 帕盾 帕盾要大一点 对 对 对 长林今年正好是他的合同年 好 帕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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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请交换人人 你说你就顶就完了 还要玩一花火 说归说 还是希望每个球员 能尽快找到自己的竞技状态 因为这个涉及到 对吧 你的工作的问题 这个球被带掉了 所以这个球就是这么大个 为什么不选择去扣呢 人帅 跑球 这也没扣 这是有点高 判断房子如此激进啊 7分钟时间理论上15分 不是不能追 但是广队现在在 这种攻防的控制能力 以及就是对于节奏的掌握呀 让山一队好像也找不到太好 去突破的办法 因为你没有在这个 对方打不进的时候 你有有效的办法 能把球打进 对 这个你此消彼长啊 你人家不得分 你也不得分 都不分场还是这样 要球呢 老一诚 再打手机招 我们这一节是早已犯满 每犯必发 我要经验啊 你在犯规犯满的情况下 你要清楚地意识到 就是要不要是那么过激的 当然不是说 让你的防守强度下来 但是就是尽量不要去动手 对 尽量不要去侵犯 对方的援助体 算归的是张文艺啊 就我刚才说了 山一大学选来的这个球员 就像上个赛季的曾茂舟一样 其实他签的合同都很短 都是弘队只给他签一年 就这一年看一看 就是对于这个队伍的适应能力 和球队对他的认知 是否是匹配的 所以曾茂舟这个赛季 就没有继续留在队里 然后打这踹过掉 上 这个不会 这可以扣了 十一分 六分十三秒 主导这个叫在 非常在点上 要依靠整体的发挥的这个山西队 光靠元帅一个人太拿了 嗯 不知道现在着急的是 就是这拳怎么把这种 就是已经有着两位数优势的比赛 最后收下来 这也可能也是他们这个赛季 会面临到的一些课题 就是你是需要 让马上布洛克斯一个人在场上 带节奏 把这个比赛最后带走吗 那样不是不可以 但是可能都是到 希望用其他的方式 用年轻人来主导的方法 用沃德斯来主导的比赛 来去收下这些 他们已经有着领先 两位数优势的 这种最后几分钟的对局 还是希望年轻学员 能尽快成长 暂停的时候 周琦还是走过到球队席这边 来参加这个暂停的时候的 一些布置 去听一听 进步反规 刚布置完一个暂停 回过头来就是一个失误 看看山一队这个球能打进 能打进缩小到十分一里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信心上提升 别人帅都出来 还是虎名轩来放上加击 头橫杆有点慢了 自己扔 很重要这个进球 八分分叉 我说王五层的球员很奇怪 我刚刚打球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他哪下能进你知道吗 就有时候那个球头的 但是有的时候 就真要劲的时候 它还真能进 真进 这个六脉神剑式发挥 不过王若鹏 首先经验在这摆着 你最起码敢处理球嘛 对 就是他上的这个阶段 比周战东上来呼呼呼 猛冲 然后最后打不进 其实要好多了 这个东西是合理的 看沃斯 帕顿这是 筋躲慢躲为躲开 利用假工作 缓开了这个帕顿的重心 然后造了一个 侵犯圆柱体的犯规 你看这种小个球员 他就是要 想很多种办法 让自己在篮球世界里生存 对 但是呢 这不代表他不能 不能做这些运动 世界杯的高光表现 让他在CBA得以来发挥自己的能力 并且可能拿到一份 他认为更加丰沛的薪水 这四十五度 这四十五度红冲轩是怎么都不会改啊 今天元帅王守恒再扔 今天元帅王守恒再扔 这四十五度红冲轩是怎么都不会改啊 哎呦 红冲轩稳啊 这个是很关键啊 这个是很关键啊 第三层 回到十二分 哎呦 哎呦 元帅那接不到球 王若恒连续处理了三次打进一个 然后上线两岁都没打成 愣神 直接就进去 爬顿盖了 王若恒连续这个球真冷静啊 给张绿队一下 毕竟这个还是经历过一些大赛 有更有经验一些 刚才这个元帅这犯规的这个防守 这个年轻的球员又换了 刚才我说投篮了 他给的角度太大了 对 你这个你是要去防他投篮 但是你角度不要给他那么大 你的这个朝向应该是让他 这个进攻队员是往底线 这个底线的方向去移动的 你不能让一个垂直角度 向篮筐移动 那肯定是不好防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脚 那个防守速度脚步快不快的问题 这跟经验的关系大吗 还是说 一部分经验 更多的更大的一部分 我认为是习惯 就是他在以前的 就是防守的习惯是什么样 可能就是在改的过程中 是只有一个挺大的难度 而且他在过程中 他要理解 为什么你要去这么去划 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姿势出现 你要告诉他 以后他会慢慢理解 张好佳这两年反正倒也没少 都是好骂 但是刚才这几次防守 确实像一个给咱分析的似的 有一些可以再去 细化的地方 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看比赛 就是看起来都差不多 这个就是其实差很多 每个人差一点的话 那整个球队就会差很多 你每次进攻差一点的话 整个比赛就会差很多 对吧 你每场比赛差一点的话 整个赛季就会差很多 对 就是细节到脚丫子的朝向 是吧 对 然后你眼睛看哪儿 该在什么时间去看谁 这些东西反正 看球觉得多得到 其实奖励已经很多了 但是还是可能不够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一个从小 当你刚开始切出来的时候 就慢慢地用这个好的方式 去给你一点点地去做积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身体动作上的习惯改变 是比这个一些生活习惯 可能还要难 对 因为它有肌肉记忆的问题 对 暂停回来 狼狼队就打这个小阵容 哎呦 二飞飞放进去 第二篇有了 反正男一诚现在基本上是在平替张宁 那个角色 别让一扔 他手腕啊还是手啊 我们看在对抗当中 可能是不是有一点问题 但好在不是投篮手啊 左手刚才对一已经给他 就是固定了一下 你看这一场啊被重点照顾 依然得到了接近三十分 出界 他在说要挑战里面 我说没碰到 对 还是得听队长呢 确实好像真没碰到 让他拿住 今天的主裁 右侧的这位余维老师 他自己是在要犯规 嗯 对 从底下垂直这个阶位看一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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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真的碰到他了 就是 要没吹犯规呢 那还真的是他给整住的 因为这个球 应该不能改判成一个犯规吧 对 对 如果是真的边线球的概念的话 就是他自己去碰的 是 最后出手确实是他自己 嗯 改判了 对 最后三分钟 好 走 反跑 好球 打来打去呢 宏远还是在打这个小阵容 就是他们其实过去几年 一直在练的 多罗网打中锋的这个阵容 很有用 并且就是来拿这个阵容 打最后决胜阶段 你能看出独自导队这个比赛 还是觉得可能年轻的中锋们 不是那么的可靠 需要时间 那收比赛还是要用 相当于是四个老搭档 再加上一个小外员来收 比赛大组争快追 个人的第一次 咱们这些听话 合适者 孙高高 能信心 好 今天效率其实不是很高 七个主攻后面还行 对 命中率还是 低了一些 第一场也可以理解 后面肯定随着适应会变好 但是他得 还是要跟队友之间形成默契 对吧 对远帅的防守啊 那就是从周到尾 全是强颜误 然后全是佳吉 这是嗨了 基本上 他结果已经 对 最后两分钟了 这有悬念了 十六分的分叉 这就自己当努力了 十六分的分叉 这就自己当努力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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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多五个啊 就进了那一个 当时那个进的时间点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后面续不上啊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叫做冠军部下 他们之间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上次季王永恒来了之后 还有点去帮助山医队 来补充他们在后卫线上人员的问题 那这次季看好像这个问题 还得王永恒来补 袁帅这个人能力 这场比赛都升到一外援了 对 李拜元应该得分多 毕竟小外 受伤要离场了 袁帅现在全场最高28分 卧特斯是27 侧面反应袁帅这个能力啊 全场在包夹之下 还能拿这么多分 还是厉害 而且他的信攻效率要比卧特斯高 对 他还是打无球为主啊 嗯 尔飞上赛季七分多的场均分 今天三分 这个赛季可能就是赵瑞离队 然后中期现在还上不了 大哥又退役了 所以可能更多人需要去来拿分 我把时间控制住 结束 嗯 嗯 哦 六贩都算满离场了 我给排阁人第六次 所以那种时候就是 真的需要一个心态调整 老在判断也听不懂 但是他对于比赛的感知 对于就是大家知道 对他使用的这个时间的感受 肯定自己还是挺明显 我也相信这肯定不是 他的这个能力 他在欧洲是10加5 差不多这么个水平 20分钟10加5 但是就是对比赛的感觉 跟对我之间的配合磨合 这些都是导致他心态 这个打成表现成这样的 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调整 运动员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一直状态好 但是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自己去 用自己的方式尽快调整回来 在你这一场 还是有一点不走运 小圆受伤 大圆泛满离场 等于俩外圆 都没有打到比赛的最后一秒 看看摩西莱特什么时候 满足出场条件 大宝不得已又被换上了 焦丹要换人 对 焦丹为了把徐欣重新换回来 没有 我觉得是为了把人军飞换下来 把人军飞换下来 对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他可以 这个年轻队员可以上去打一个不进没事 但是如果他算是十几二十秒 如果老队员受伤了 那可就是大事了 对 我是有下的 好球 嗯 不错 一个基地给到张毅 好球 好球 嗯 不错 一个基地给到张毅 来看表 最后全场比赛结束 比赛18比98 是一个二分的分战 获得张毅 获得张毅红 OK 再一次呢 感谢我们的支持队 给我们中短的球迷 奉献的孔子精彩的强比赛 这边的外员也是聚在一起聊一聊天 但是帕顿好像心情不太好 直接回更一时 如果他是这种表现的话 还心情不错的话 没有坏事 对 广告队这场比赛拿了118 接近120的得分 作为上赛季场均得分牌 在第二的球队 他们上赛季是105.5 这第一场比赛 拿这个分数可真是不敌 当然山基队一直不是一支防守 特别好的球队 山基队自身呢 他们四节比赛 前三节全是单节25分 我们第四节拿了23分 其实也是还算于一个平均输出 如果甭队呢是有起的 第二节第三节都拿到了30多分 第一场主场 这球迷都不太愿意走 真热 我们听听赛后教练的采访 应该先请到的是大洋指导 我感觉吧 就是说 我们队伍吧 从状态上 还不是太好 最主要的就是说 外援吧 道理比较晚 从整个队伍磨合上 相互之间熟识啊 都没达到一个 最佳一个 这个状态吧 再加上今天就是说 我们这个小老外泰勒 下意外吧 这个受伤 也打乱我们整个下半场 一个故事 现在总理吧 就是说 球员呢 打得也非常努力 在总体上 感觉呢 我们跟红远队 还是有一定差距 不管从个人能力上 包括大赛经验上吧 就是说 都还强于我们 今天呢我感觉呢 全队吧 还拼得还不错 最主要的问题呢 还是处在防守上 特别就是说 对两个外援的防守 那的确这也是 差距也是在能力上吧 好 谢谢 大家知道 说的非常坦诚 而且很客观 分析了优缺点 我们大家来听听 多知道的 这个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比赛还是赢下来了 挺不容易的 因为赛前也说了 作为新赛季队伍来说 非常非常的年轻 大家在比赛场上的经验 是非常欠缺的 然后在处理球上也好 在防守的呼应上也好 在方方面面还是需要 通过训练 通过比赛 再找出问题 不断地通过训练 再提升自己 所以我希望大家 所有的队员 能跟我 是一样的想法 我不怕出现问题 当然就说 我们直面问题 然后呢 去努力地做好 这个 接下来的训练和备战工作 然后呢 进去每一场比赛 打完以后呢 大家都有所收获 所以大家知道 其实山西队 这个队伍 是一个非常 非常强的队伍 因为外线有很好的 投篮的球员 这场球员 能在这个 第一场比赛当中拿下来 我觉得还是 非常不容易的 还是感谢这个 新的赛季 希望全国的球迷们 更多的这个 包容支持球队 然后支持这些球队 因为这个球队 肯定会 起伏是比较大的 希望大家在困难的时候 也理解 因为这个球队很年轻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 做好每一天的训练 和准备好每一场的比赛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来看看全场统计 防队最后进了16个三分之二 这种命中率太可怕了 而三一队是31中11 丢了20个 全场最佳拳我们给到了沃特斯的27分 当然从个人得分来讲 我们刚才说了元帅的28分更高一些 但是广东队获胜 所以我们还是把最佳球员给到了 获胜一方得分最多的沃特斯 也算是他给CBA交的第一张投名状 另外还有7个助攻 47%的投篮 3分球是9中4 还不错 我们看看他的集结 这个队员 岳哥您夏天也看了 然后再加上这次在咱们赛场上看到他这一场的表现 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可能水平还比较超群的小员 还是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可以找到去防他办法的一个小员 首先我觉得他个人能力肯定是有的 然后在世界杯上表现大家也有我们共睹 而且就是说他当时的这个竞技状态 我觉得要好于现在 然后而且就是跟他身边的队友之间的磨合和配合 也更加熟悉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这两种不一样的比赛展现出不一样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其实咱们说他表现差嘛 其实也不差 但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在那个世界杯上那么那么惊艳 但是就是说就是涉及到状态的问题了 可能他通过一段时间调整 然后跟这个队友之间的磨合 包括跟教练组之间的磨合更深了以后 可能会比现在这个状态表现得更好的一些 所以说他这个状态是这样子的 就是稍微会有一些起伏 包括杜士导也在说了 年轻人会多一些 他们的状态 这赛季会有一些起伏 但是我觉得广东队 其实基本盘还是摆在那 基本盘就是马上二飞 然后再加上这个胡明轩和旭杰 我看胡明轩上不长两分 那下不长最后得分也上20了 所以可能这几个球员 在他们提早四五年开始进入更新换代的时候 从一个年轻拳打到了球队的主力 再打到国家队的球员 这几年的变化 其实已经是让广东队走在了很多更新换代球队之前了 所以这个赛季即便他们再有很多新人 然后再做着这个新老交替更深一步的工作 因为大哥毕竟退役了 然后赵瑞也离队了 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去承受 这个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看 在赛后胡明轩也是有一段采访 看看他对镜头说了什么 赛后是邀请到了胡明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小胡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我们看到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第一节甚至我们比分拉开到了十分分差 一直到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我们追平 然后一直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自己是怎么样调整心态的 首先全场比赛48分钟吧 第一节可能做得不好 我们在防守端啊 包括顶篮板球有一些松懈吧 然后在第二节大家 赚助力上来了以后有很好的调整 但是在下半场可能领先以后 还是有片段性的去松懈 让对手轻易的得分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总结的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球员 大家应该有更多能量在场上去展现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 我们现在球队有非常多年轻球员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 我们也是看到了非常多年轻球员的第一次赛场 那作为老队员 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怎么样快速的去调整自己的角色 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就是很顺其自然吧 因为毕竟自己这是自己的第七年 年轻球员上来的非常多 自己可能随着那么多年比赛了以后 新的一年大家 对于我自己来说肯定就是把 要更多的去帮助年轻球员吧 然后自己的责任可能会更重一些 好的 谢谢小胡辛苦了 那您好好休息 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也是感谢我们前方的同事啊 再次恭喜一下广东队在揭幕站呢 迎来了自己的开门红 当然了大家在收看比赛的同时呢 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咪咕商城去购买一些 我们的赛事同款 李宁闪击时预帅17CBA球队配色款球鞋 限量发售 那么超强的实战力搭配CBA球队配色设计 共同组成了这一击 这双直击星巴的球鞋 无论是广东呢还是山西的配色 其实都非常好看 球迷们就是一定要就是购买这双球鞋啊 球迷必入 李宁闪击时还有预帅17配色款呢 是现渠道限量发售 犹豫就会错过 心动的球迷朋友们呢 现在可以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热卖按钮 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购买 那么直播间前20名下单 还有机会抽赠超值的福利 大家不要错过了 那么稍后呢我也是说啦 就是会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我先把口令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弹幕区刷起来啊 那么广东的球迷呢 可以去这个刷一下广东一定赢 山西的球迷呢 可以去刷一下山西闹塔 当然了必须是钻石会员才可以抽到奖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赶紧去就充值一下 我们的这个钻石会员 当然了我们还准备了下半场的激进 让二位老师一起带我们来回顾一下 下半场有个激进啊 月哥咱再多聊几句 就是我们最后看到广东队的命中率啊 投来命中率53% 三分命中率55% 作为上个赛季 这两项命中率都排在联盟第一的球队 那今天新赛季有这么多的新人 然后包括有一个新的小外 然后整个打法从小外加大外变成了 或者说两个风险外员变成了两个小外 那其实还能保持这种命中率是很可怕的 有山西可能不是那么擅防的一个因素 但是可能更多的因素 是不是来自于这支球队 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系统的训练呢 这是不是一个球队 一个就是成功的挺重要的因素 对 我觉得山西它的命中率 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的这个 主要来源于这个球员的个人体力 但是呢 广东呢 其实就像我之前在比赛过程中说的那样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一定的情况下大家该干什么 大家在做好了一个投篮准备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是可以 帮助你提升你的命中率 因为他知道他要投篮了 所以他会提前在接球之前做好投篮准备 所以这个还是依靠一个长年的 优秀的强大的体系去完成的 包括一些年轻队员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有自己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就是我知道 虽然我在一个位置上 我知道我马上就要投篮了 他突破过来我要做好投篮准备 尤其是对于年轻队员来讲 对他的投篮命中率是有一个大的帮助的 所以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可能不能说哪个好哪个坏 只是看效果 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来讲 广队确实是把自己在整个训练层面的 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可能看到那几个年轻人上来 包括内线的两个有经验的年轻人 包括说可能外线封线的这些 一年级的新生 他们不见得上来就能得多少分 但是他们的防守都是在位置的 他们在场上的注意力都是集中的 而且没有那种上来就蒙圈的情况 这可能是我们觉得杜主导和广队 这个团队在这几年给大家塑造的 最明显的一个印象 就是什么是团队篮球 什么是你球员上场之后 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防守 拜拜 那么大家在观看我们比赛的同时 也可以边看球赛边玩游戏 CBA官方授权手 由中直篮全力以赴震撼上线 7日登陆活动就可以送郭艾伦 还有胡明轩的球星卡 日爱篮球的兄弟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现在点击直播窗口下方的 CBA游戏就可以抢先体验了 一切精彩尽在我们的中直篮全力以赴 那么接下来让孙伯老师 带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一个赛事日历 这是广东宏远的他们的赛程 然后这场打完之后 是要去打仇州 是吧 然后仇州打完打吉林 这两战反正也都不容易 我们看看他们是客场打仇州 客场打吉林 就是在家待了这一场之后 就要出门了 出个场之后 可能上个赛季后半段 运动员们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 我们再看看对面山西队 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 只有广东队的是吧 两队都有 我们接下来看山西的 打完广东之后 要休息一天 两天 三天 休息三天之后打天津 天津这个赛季也是期待感很高的 当然他们打天津和后面打辽宁 可能隔得很近 但都是在家 都是在太原 看看太原的球迷 怎么来支持他们 并且我觉得这 休息这一二三 第四天才比赛 可能对于小外园的伤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缓冲 看看这个拉伤能到一个 什么样的恢复程度 能不能够赶上 就是即便天津不打 是不是能赶上打辽宁 我们不太知道 希望他能够健康吧 刚才也说了 就是我们赛后要有一个抽奖的环节 所以现在广东的球迷 赶紧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弹幕区 发送广东一定赢 让这个评论区滚一会儿 我来抽个奖 那么CBA新赛季钻石会员福利 也是重磅的升级了 开通迹想CBA主客队直播间 现场原声明星视角等 更多的观赛选择 更有惊喜福利等着大家去赢取 点击我们直播窗口下方的 记卡五折就可以快速订购了 那么今天也是要恭喜我们的广东队 拿下了比赛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抽一下 我们这个广东球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大家我来看一下 一定得是我们的这个钻石会员才可以 那么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 别紧张给大家展示展示 对对对 我不是让大家得刷一会儿吗 刷一会儿啊 对对对 这个乐哥要不然您321我这截屏 好321 好截屏 我都没有准备好 稍等啊我看一眼 外边吓一跳 对我都愣一下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接到的是这位 恭喜 恭喜体贴的凯尔斯沃 这位朋友呢 又是我们的钻石会员 而且被有幸抽中了 我们将会送出广东主场的这个 11月整个月的这个主场的门票 那么送出两张 所以大家呢要锁定我们的咪咕视频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送出的这些福利了 稍后呢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 好了今天的比赛呢就是这样了 也是感谢二位精彩的解说和评述 锁定咪咕视频 我们下场比赛不见不散 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再见 再见